PASSIONTIMES.HK 第一 你可不可以在你很賺錢的那部機時加機 永遠最賺錢就是這樣 你那部已經黃 你就加機 譬如你一台一套機四部 那類型的機很多都是四部一套 四部一套機 首先不是他想出四部一套機 其實他可以出到逐部一套機賣給你 但是四部一套機是令到你最少也不要太難看 即是最低消費 你最少也有四部一套機 那你就最少也有可以容納到四個人的同事 而那個是旺的基本來的 鬥擺得多是重要的 譬如你一路不是很出名的就是 抽業員車站門口那間世家 下面就是放二十多三十台 這是很重要的 即不是你聖不聖地 而是你有權放這麼多機 本身就已經是實力了 如果你在打單打獨鬥 其實還有日本也很常發生 單打獨鬥的話 你要移走部機的cost就很大了 譬如要蝕走 譬如你賣出去 和你運到自己系列的店裡面 你運到只是車錢來的 是的 你不要蝕這麼低 你賣你要蝕錢的 即是如果不行的時候 你急走的時候 那個價錢就不漂亮了 當然 你很基本的經濟學而已 而你一定是急走的 如果你覺得高機做不到的 你一定是急走的 你每擺一天就再蝕一天 對 你每擺十天 每擺半個月 你會蝕很多錢 其實那裡是 沒人玩的 那裡是位置來的 好像是賺錢 那裡就很難 於是其實你看到就是 剩下這一堆大連線的機店 還可以叫做稍為舒服一點 正在做生意 因為他們就有那個實力 第一 你可以一次過買很多很多機器 然後就是 第二 你可以試清楚自己在哪裡可以 這個場原來是打格鬥遊戲的 這個場原來是打Border Break的 那個場是駕車的 那個場是接近辦公室 原來是做麻雀遊戲的 所以其實那個經營力的其中一個很大 或者很明顯的拉開了一個變化 就是因為當這麼多大的機店的聯合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小時候很難跟他們爭 所以他們做的就很好做的 是 他們做的就安全到爆炸 就是我第一個月就全部店舖都入了一個FGO 例如說 這樣說 就示範一下 全部全部一起入了FGO 一起試 然後到不行的時候 這部不行的FGO就搬去另一間很行的地方 就搬過去 甚至可能是三四個套的機器 運了十幾部過去同一間機店 勝地化 那實況的 那小店很麻煩 那實況的 你試到的 你小店你不要說 我只是叫你給錢買那部機器 你原本是用十幾萬買四部機器 然後跟你說 現在上了 不如再買一套吧 買一套多少錢 再給十幾萬 買那一間已經是倒大小了 沒有力量買 你買輸了就已經很麻煩 你買中了都不知道怎麼再滾下去 那是麻煩的 那所以 不是說香港做不到 是香港也有這種 有比較做這種的形式的機店 但是就好笑了 香港的三個字大戰 現在的店舖很多時候是六部六部地擺 他應該就是買了三套 然後就兩間店舖分六部 但只有兩間店舖做到 那就轉過去了 那其實這也是比較合理的營運方式 但是香港就更加的問題就是 香港很多店舖很小 小就很淘汰 因為你小就不可以放很多 你不可以總擺到 就是沒有人會這麼勇 就是擺到那個場是小小的 然後又擺三十二部Gundam 但是那個其實是 但是那個也是 那個其實是來自 對於營業的不了解 那個是被舊式的營運方式 綁死了這個思考 但是不夠膽的 不夠膽的 真的不夠膽 30部Gundam 沒有人夠膽 在歪位 然後放30部 只是Gundam 做王具 誰夠膽 其實不是做不到的 街機 只不過是做街機的 那個requirement 有時候去到太高了 要集團式才做到 因為遊戲機的基本理論上就是 是不需要怎麼命聽 他會自己做生意 是 原則上你坐在那裡 他會收錢的 其實將那個命聽的那個 那個需求呢 推到這麼高的時候 那個行業當然是會 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 很難做的 因為對於普通那些 譬如有個阿伯 買一些機器 小時候買一些機器回來 這樣 零食店有個 Corner 是 實際太過超越他的想像 對呀 怎麼可以整天更新他的機器 又來 太過超越他的想像 就是很難做 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件事 但是當然 即使這樣說 那個都不是主菜 很明顯 那個是賺錢的 我深信 其實很簡單 會升級這些機器 你就知道他是賺錢 是 因為升級是要錢的 是 其實他會保持升級 你就知道他一定還是賺錢的 好了 但是究竟那個肉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這些 所謂的一元機 或者入一百日圓的機 真正的肉 當然是我們說的夾公仔 和這個賭機 所以下次我們一起說 夾公仔機 敬請期待 好